他肚子想死了,嘴巴就出来了 非常好的一位政治人物 我对他充满了兴趣 因为从1981年开始 报纸赚了很多钱,电视也赚了很多钱 因为他的新闻性特别强 我发现他的新闻性 跟很多中国的成语都有关系 那这边我就讲到成语了 成语是一个中国人智慧的结晶 我们今天要不要小看成语 我们讲塞翁斯玛 女士能一颗钻戒去洗个手掉了 真是好难过 塞翁斯玛 这句话就治疗他的内心的创伤 塞翁斯玛 塞翁斯玛 那就这四个字 就让他能从这个脱困 那这个 我就 想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成语 也应该被海外的子弟 去学习,去理解 但是很多成语的书 都是这个 好像就上面一个巴巴椒 穿的这些古代的衣服 跟现代的社会几乎是脱节了 那我就用现代的这个 political issue 跟中国成语结合起来 然后就画了一个漫画 那这画的漫画要觉得有趣 然后呢,每一个漫画 都给他一个叫business implication 所以应用在我们这个工作上会怎么样 然后我给他定个书名的 是 the Chinese idioms for better career 意思说 你呀,念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呀,升官发财是有机会的 那的确是中国成语里面有很多东西 蛮好用的 不要说这个几百个 你这个 我他里面练了五十四个 那把这些东西能熟悉好 那这个 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中间 无心中间得到很多帮助 其中比如说有一个 我画了一张 叫 和气生产 对不对 做生命和大家和这个气急 开开心心的 干嘛这个缺 你给我缺性搞得这样子 你买我的 我买你的 那不是一台和气吗 对不对 那很简单的道理 也不需要什么 太高深的道理 但客气一点就好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 Benning 被那个 Trump 抛弃掉 这个叫 这叫 这个叫过河拆桥 就是你 对你的朋友 或者是 合作的这个公司 不要被人家搞了这个过河拆桥 那这些也是一种提醒 那同时呢 我们这次旅程 我觉得很有趣的 我们到各地 都有看到 印度人 哇 讲过去的好好 在扫黑的祝诺 哇 讲起来上百事 什么酪痴 什么红烧肉 讲得很高兴啊 那 不行了 关一下 那这些呢 都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 中国人受到全世界的阻骨 我非常希望 各地全球的 不管是华人的子弟 也好 是这个 非华人 只要学了中国的成语之后 他已经就开始 接受中国文化 所以 这本书呢 很简单 很容易看 很容易理解 你看啊 我不保证你一定会笑 因为 学习 在快乐中间去学习 但是学习的效果已经很好 所以 也强烈建议 各位 也去买这本书 这个 这个 我建议各位买这本书 要像到 Napa Valley 去买酒一样 不要一瓶瓶 不要一箱一箱 为什么呢 我是说很便宜这样子 这本成语的书 现在我定价好像 360 还有打折了 那比一瓶酒 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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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们可以上这个 USDollar的网页 我都准备好了 那 你买 那一箱书那是60本 你买的 就是 你有朋友来送他一本 有朋友来送他一本 你绝对得到很多Friendship 得到很多 跟你生意往来啊 或者说 晚辈啊 送人家一本书 圣诞节 你们不要伤脑筋了 不要去乱 你去买那个 咋咋咋的东西 最后全都垃圾丢掉 对不对啊 你就买一箱书摆着 你慢慢送啊 这买整箱的这个成语书 那那个 那本那个印象中国的书呢 是一箱20本 20本啊 送给人家是非常非常有体面 因为我送过 每一个人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都觉得哇 这里面的内容啊 是非常好 这个 看起来又是赏心悦目 然后是一个可以保存的书 而不是看完之后就拿旧书摊去卖掉了吧 那金庄的书呢 那你可以这个 变加这个 家女儿啦 啊 什么成年啊 啊 或者说 很尊重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主管 你可以送他 我想我这些 绝对不是为了推销文书 绝对是为了 我们中华文化 strength 要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来 敬 民主党共和党都可以送孩子 送共和党 这个啊 最好两党都送 如果有第三个 你也送第三个政党 像德国有很多政党 你都送哪 尤其这个 尤其这个成语的书 这个 我会告诉我一些 国外的朋友 你要找一个 讲中文的工作 你要impress你老板 你国外讲得好 还不够看 你要漏两句成语 什么叫这个 什么 这火上浇油啊 什么叫海底捞针啊 哎呀 你都老板想想看 你呀 连中国成语都会 哎呀 听得太爽了 来来来 你们要来上班 That means A better career This will happen This will happen 所以我的话 这些时间啊 跟我介绍这两本书 请各位啊 不要认为我真实在推销书 我 是在推销中华文化 那这个 这个 尤其这本成语的书呢 我已经完成了日文 我有的 ambition 我把它做成15个语言的ebook 那这个是办得到的事情啊 所以有 将来这个可能有法文的德文啊 都会出来 德文一直在进行中啊 而且里面很好玩啊 很好玩啊 那我想第一阶段的介绍中华文化 我为什么说是海外青年啊 这个叫文化之旅啊 就是你看这两本书 你等于神流了中华文化一圈啊 那是你对中华文化发生兴趣 开始学习的一个起码 那我想我第一阶段的这个 呃 讲话就 到此暂时告一个段落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